明明是相貌绝佳的大众女神,却因混乱情史,至今无人敢娶,出道睡变圈内男神,大尺度私密罩被曝光,恋上私运犯男友,一起来看看,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,才会被称作残花败柳,落得个声名狼藉的下场呢? 一,杨玉莹,被誉为《甜歌皇后》的杨玉莹,她的嗓音甜美动人,每首歌曲都仿佛含情默默,让人难以忘怀,然而,尽管她的事业如日中天,拥有无数粉丝的喜爱,但她的感情生活却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美满,如今已经52岁的她,依然未婚未育,让人不禁好奇, 为何这位财貌双全的女歌手,会落得如此境地? 其实,杨玉莹曾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,她的前男友,是远华集团董事长的侄子赖文锋,赖文锋对杨玉莹一见钟情,不惜花费巨资,成为她所在公司的股东,只为能更接近她,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追求,让杨玉莹最终动了心,两人陷入了爱河, 然而,好景不长,就在两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时,赖文锋却突然开始回避杨玉莹,原来,她因为涉及远华集团的私孕案,而受到了牵连,她不希望这件事影响到杨玉莹,所以选择了分手。 不久后,赖文锋因涉事入狱,失去了她的庇护,杨玉莹也陷入了舆论的漩涡,媒体纷纷猜测她,是否也参与了私孕活动,甚至有人恶意重伤她,称她是被赖文锋所包养,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。 杨玉莹百口莫辩,倍感心灰意冷,最终决定暂时告别娱乐圈,以避开这场风波。 赖文锋出狱后,她与杨玉莹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陌生,两人相见无言,彼此心知肚明,这是他们分别的时刻。 自此之后,杨玉莹再也没有去看望过赖文锋,而赖文锋也选择了与另一位女性步入婚姻殿堂,如果没有那场,远华特大私运案,杨玉莹和赖文锋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呢? 然而,这段情感经历对杨玉莹的事业也造成了不小的打击,她的形象受到了影响,事业一度陷入低谷。 虽然她后来努力振作起来,但那段感情给她带来的伤痛却难以愈合。 如今,杨玉莹依然活跃在歌坛,她的歌声依然甜美动人,但她的感情生活却依然空白,让人不禁为她感到惋惜。 或许,她还在等待那个能让她再次心动的人出现吧。 二,林维军,被誉为台湾最美女星的林维军,早年的演艺生涯可谓一帆风顺,不仅在多部剧集中《单纲女二号》还曾力压当红女星陈乔恩,风光无限。 然而,与她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相比,她的感情生活却显得尤为丰富多彩。 临维军的感情史堪称绚烂,几乎每拍一部剧,就会传出一段绯闻,从朱孝天到严成旭,再到欧定星,蓝正龙等人。 她的男友名单几乎可以组成一部台湾偶像剧。 然而,这样的感情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,反而让她背上了。 劈腿女王的称号,2006年,林维军与林又欣的街头争执事件更是让她的形象大跌,尽管两人事后都否认动手,但这段感情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。 分手后不久,林维军又迅速开始了新的恋情,似乎对感情总是充满热情。 然而,这样的热情并没有让她找到真正的幸福。 初到29年来,她换过的男友多达14个,这样的数字让人瞠目结舌。 如今已经45岁的她依然单身,或许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她过去的情感包袱, 回顾林维军的感情历程,不禁让人感叹。 如果她当年能够认真对待每一段感情,珍惜身边的人, 或许现在也能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 然而,她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,最终只能自食其果。 如今单身的她,或许也在反思过去的种种,但时光已逝,无法重来。 三,肖强。 肖强。 昔日被誉为台湾第一美女,近日在活动现场仍展现出耀眼的光彩和性感的身材, 颜值依旧惊艳,尽管已年进花甲,但她依旧单身,令众多粉丝感到惋惜。 肖强出身富裕家庭,自小便以美貌著称,17岁进入娱乐圈,凭借出色的外貌和才华迅速展露头角。 她曾以敬业精神和出色的演技赢得观众喜爱, 尤其在《小李飞刀》中的林诗英一角,让她的事业达到巅峰。 然而,她的情感世界却始终扑朔迷离,未曾找到稳定的归宿,自从与林瑞阳分手后。 肖强似乎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感情历程。 传闻中,她似乎对那些已有家世的男士情有独钟, 这种爱情观也逐渐成为她生活的主题。 她似乎不再执着于寻找那个能与之共度一生的伴侣, 而是开始了只恋爱、不结婚的游戏人间模式。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,肖强身边的绯闻男友如同走马灯般更迭, 高达14位之多,其中不乏社会名流、富豪大佬,甚至明星演员, 作为第一美人,她的追求者络绎不绝, 有些人甚至愿意为她支付高达八千万一年的生活费, 只为博取美人一笑。 然而,尽管肖强身边不乏金钱与追捧, 但她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愿意与她共度余生的伴侣。 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与她对待感情的态度有关, 她似乎更愿意享受恋爱的过程, 而非婚姻的束缚, 出入娱乐圈时, 肖强曾与导演和东兴传出绯闻, 当时, 她的演技尚显青涩, 曾被和东兴导演严厉批评, 然而, 肖强的情商极高, 不仅虚心接受批评, 还能巧妙地化解尴尬, 甚至为导演削苹果示好。 有一次, 她在削苹果时, 不慎割破了手, 却被误传未未导演割腕的绯闻。 虽然她及时辟谣, 但这段关系仍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此后, 肖强又与台湾富商曹幸成传出绯闻, 据传, 曹幸成对肖强一见钟情, 不惜豪志千金, 为她买下豪华别墅和金卡, 并每年给予她丰厚的零花钱。 然而, 这段看似美好的感情, 却并未持续太久, 曹幸成很快便移情别恋, 肖强对此似乎并不在意, 继续寻找着下一个目标, 与曹幸成分手后, 肖强又投入了富商林金龙的怀抱, 林金龙虽然相貌平平, 但却对肖强极为慷慨, 不仅赠送她豪宅并帮她装修, 每年还给予她高达八千万的零花钱, 肖强一度想要推出娱乐圈, 嫁给林金龙过上阔太太的生活。 然而,这段感情最终还是以分手告终, 此后的岁月里, 肖强的感情生活依然丰富多彩, 但却始终未能找到那个能让她停下脚步的人, 她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新闻头条, 与各种绯闻男友的传闻不断, 然而, 这些绯闻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, 反而让她的形象逐渐受损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肖强的人气开始下滑, 她的后辈林志玲凭借一支内衣广告迅速崛起, 并取代了她的台湾第一美人, 称号, 这对一向以美貌自傲的肖强来说,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, 为了挽回地位, 她甚至不惜走上疯狂整容的道路, 然而, 过度整容让她的脸部变得僵硬, 严重影响了她的演艺事业, 最终, 在事业和感情的双重打击下, 肖强选择了低调隐退, 她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, 只有在一些广告和商务活动中, 才能偶尔见到她的身影, 她的感情生活也成了一个谜, 没有人知道她是否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 四, 曾宝怡, 上面几位女星, 都是因为自己的感情经历, 走到无人敢娶的地步, 只有曾宝怡, 是因为她的父亲, 曾志伟, 曾志伟, 这位在香港影视圈, 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佬, 一直以来就面临着贤猪手的负面传闻, 然而, 更令人震惊的是曾志伟的特殊癖, 似乎并不止于此, 她的行为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女儿曾宝怡, 据传闻, 曾志伟在家中有着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, 比如喜欢脱掉衣服, 在屋里到处跑, 这种行为虽然在她自己看来可能无所谓, 但却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,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, 曾志伟的这种行为, 竟然还影响到了女儿曾宝怡的恋情, 在与男友通话时, 曾志伟经常毫不顾忌地展示自己的身体, 让曾宝怡的男友感到十分尴尬和不满, 因此, 两人经常因此发生争吵, 最终导致分手, 这样的经历让曾宝怡倍感伤心, 也让他对父亲的行为感到十分无奈, 除此之外, 曾志伟和女儿曾宝怡在节目中的互动, 也让人感到十分不适, 他们一起洗澡的场景, 原本应该是展现父女亲情的温馨时刻, 却被曾志伟的行为搅得一团糟, 他试图扒掉曾宝怡的衣服, 让他感到十分害怕和生气, 这样的行为不仅让人感到辣眼睛, 也让人对曾志伟的人品产生了严重的质疑。 5.阿娇 阿娇与陈冠希曾经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恋人, 他们的爱情如同烟火一样短暂而绚烂, 然而, 一场突如其来的照片风波, 却将两人推入了深渊。 当年的照片风波, 不仅让陈冠希身败名裂, 也让阿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舆论的谴责, 尽管他当时只是陈冠希的女友, 但和张百芝的照片一同被曝光后, 阿娇也被推入了火坑, 那些照片仿佛是他心底最深的秘密被无情地揭开, 让他无处遁形。 当时的照片数量之多, 令人咋舌, 仅仅是阿娇和陈冠希的照片就高达85张, 而张百芝的照片更是多达125张, 这些照片将三人推向了风口浪尖, 事件发生后, 陈冠希选择了逃避, 远赴国外躲避风头, 而阿娇则遭到了娱乐圈的血藏, 他的演艺事业几乎陷入了停滞, 张百芝则因为此事与谢霆锋的婚姻破裂, 生活陷入了混乱, 时光荏苒, 多年过去, 当年的风波已逐渐平息, 然而, 对于阿娇来说, 那段经历似乎仍如同噩梦般挥之不去, 尽管他已经逐渐回归娱乐圈, 甚至来到大陆寻求发展, 但人们似乎总是难以忘记他曾经的过去, 每当提及阿娇, 大家的第一印象总是那场艳照门风波, 这成为了他身上难以抹去的标签, 仿佛是他一生的印记, 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, 自己的择偶标准已经放到了最低, 但依旧无人问津, 直到18年, 阿娇和赖红国结婚, 这任丈夫好像让阿娇走出了当年的阴影, 但两人的婚姻仅仅持续了14个月就告吹, 赖红国也迅速找到了下一任娇妻, 只有阿娇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未婚状态, 不知道是不是还没走出当年的阴影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